二十年前我坐飞机来英国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从飞机上看英国 大多数都是森林田野和地埃的邦屿 我当时其实特别失望 英国不是传说中的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吗 为什么跟我想象中的 现代化大都市的场景有点不一样 后来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年 在伦敦生活了二十年 慢慢发现就算是在首都伦敦 城市里也没有太多的摩天大厦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 英国这些城市里面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就两个 一个是伦敦 一个是伯明汉 在英国生活时间长了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里的人并不是都向往都市的生活 大多数人 特别是中产阶级以上的 都选择住在农村或者是城市的郊区 十万人口的城市都已经算是大城市 除了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以外 一般的城市里面有一个约定 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的最高建筑物 一定是教堂的这个尖顶 任何的建筑物都不允许超过它 这是英国人对于城市文化的一种理解 如果这个城市看起来不是很发达 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教堂 有一个非常高的教堂的间地 那大概率来讲 这个城市曾经在当年非常的繁华 非常的成熟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很多英国人都喜欢生活在农村呢 其实首先因为这里的交通并不算落后 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在郊区 在农村 高速路 公交车 火车 基本实现村村通 其次呢是配套的基础措施相对比较完善 超市 学校 医院 一应俱全 甚至很多私立学校为了避开城市的喧闹 刻意地把校址选在了郊区 其次呢 郊区通常比较安静 比城市里呢也要干净整洁 事业也很开阔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边 会让大家心情更加的舒畅 在郊区 家家户户都有花园小别墅 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私家车 有的人还种着果树 还有有钱的养着马 房间屋后都装饭着客居特色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都逃离城市 奔向农村 在这样的农村 在这样人与自然和谁相处的生活环境 难道你不向往吗 僕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orus参业 蔬牌 拍小茨 那